国风国潮备受新世代青年的追捧 这背后是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 这也启发我们 当我们积极地走向世界 要拥抱变化 同时也要守住根本 走自己的路 讲好自己的故事 发现我华夏之美 并与世界一同去绘制文明的知景 11月19日 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 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 中国新闻网承办的 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网上内容建设论坛在北京举行 此次论坛上 如何让国风吹向世界 守住中国故事的根与魂 成为了媒体嘉宾乐意的话题 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对中国的对外传播尤为重要 围绕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 人民网总编辑罗华总结了一些建议 在这方面就是要避免两个误区 有一种误区说 要一位迎合 要迎合西方的视角 展示中国落后故事 才能在国际社会上受追捧 而展现中国现代发展的故事 在国际上无人问津 另外一种的就是 还有一个武器就是 有时候会出现简单生硬 传播不讲方式方法 从甄嬛传到李子柒 从汉服到文物 中华文化的宝藏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如何利用好这些素材 讲好中国故事 陕西广电荣媒体集团党委书记刘斌 对此总结出三个切入点 人 文 道 人 文 道 传播的关键点 是通过更多的个体叙事 故事叙事 情感叙事 来直达受众内心深处 实现和受众更多的价值链接 情感链接 趣味对接 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宣传功能 让中国故事大放异彩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中国故事 而今日之中国正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讲好中国故事让国风国潮吹遍世界仍需要中国媒体的不懈努力 要继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国精神 阐释中国价值 展现中国力量 在互联网上 凝聚起中国故事的根和魂 实现往上往下文明建设 有机融合 互相出境 词曲